Hello大家好,我是芒果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 因为我到了这边以后开始上学了就还挺忙的 然后除了上课之外呢 还有很多就是课前课后的任务要去完成 所以一直没有时间来给大家录视频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一年365天不分季节都可以使用的 一个暖棕色系的妆容 然后其实我本来是录了一套的就是包括底妆 但是我的手机突然出了一点问题就没有录上 所以我们就直接从眉毛开始 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好了那我现在已经上好底妆了 就是妆前乳跟粉底 现在我们直接来进入眉毛的部分 眉毛我用的是之前在公众号写过推荐的 这一个眉宝莲的 Master Brow Pro Palette 这个是眉蜡 这个是眉粉 这个是提亮 它自带的小刷子也很好用 占取眉蜡的这一个 然后给眉毛定个鞋 6th Constable 这6th Constable in the middle of the party Biscuit off me in the cut I'm rolling down my broccoli Yeah I know your baby mama fond of me All she want to do is smoke that broccoli 然后呢站起中间的这个眉粉 从眉尾开始 慢慢往前画 这个盆比较显色 所以画眉毛的时候一定受票器 I was 26 years old when we had dropped this one amazing record Had the world stepping That's what I call epic Couple summers later I got paper I acquired taste for salmon on a bagel With the capers on a square plate 这边扁头的刷子 站起高光色 就是这个色 提亮一下眉毛 Golden diamond teeth when they just met Cuz I got that cheese but I keep daring Turned up at the party get a little yaddy With the Spanish Barbie word to my mommy In the middle of the party 依然用到的是Kate的三色眉粉 然后依然用到的是这种斜角刷 取最浅色跟中间色混合 在手背上先把它颜色混合均匀 例如练翅上我看的 我的鼻头比较的宽 所以我一般会在重点修一下 鼻头的部分 眼妆我用到的是 看make的这个五色 五色眼影盘 然后打开是这样的 这个眼影盘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非常非常地推荐 首先它有五个颜色 然后右上角的这个颜色 是一个打底色 它是哑光的 我觉得眼影盘里面有一个哑光的打底色 特别的重要 其他几个都是珠光色 像这个就是一个浅棕色 然后这个是有点偏橙色的一个金棕色 然后这边是一个深棕色 带一点点的紫调 中间是一个金色用来提亮的 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眼影呢 都是用这一盘来打造的 大一点的这种眼影的打底刷 证据这个热粉色来做一个眼部的打底 这样可以疯狂地做一些 像我一样的男子 在原来还没看四段 像我一样的男子 是私的一样的女子 在订阅的一个腿 像我一样的女子 像我一样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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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眼光潮在我的 我来看看我的 比较小的这种比较松散的刷子 占取这边这个浅棕色 画在双眼皮折的部分 然后稍微带一点下眼皮 另一边也是一样 这样眼睛就深邃了有没有 好,这是上完之后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用下面这一个 有一点点偏橙色的棕色 来画眼尾的部分 因为慢慢的向前映染 但是注意不要画到眼头 然后占取这个最深的影像 最后用一个小的这种铅笔刷 占取最中间的这个金色 米金色 来做一个眼头的提亮 这样松散的孕染刷 把整个眼妆的部分 颜色的孕染色 我的日常眼妆是不会画眼线的 因为我觉得比较麻烦 如果你们想画眼线的话 如果你们想画眼线的话可以加一个内眼线 或者在眼尾延长一点外眼 接下来就是修容的部分 修容我用到的是 Wide and Wild的这一盘 修容盘,双色修容盘 然后剩余的一点鱼粉的 然后把它刷在额头 白红同样用到的是Wide and Wild的这一盘 它的色号是Apricot in the middle 这个色号也是Kathleen推荐的 然后带一点点闪 因为我还没有用到一个我很喜欢的高光 所以我是不用高光的 然后带一点闪 就也会有一点高光提亮的效果 我发现我忘记贴双眼皮贴了 你们应该看得挺明显的吧 就是我有一边是外霜 有一边是内霜 所以我一般都会贴右眼这边的双眼皮贴 很高呢 我依然用到的是之前公众号推荐过的 Maybelline的这一款Clay Crush 色号是932红棕色 黑的几一两品的这个睫毛甲 好,然后睫毛膏还是 我的这只美宝领的蓝胖子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的妆容完整的效果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今天的视频 最近还有几个主题想要拍 一个就是shopping hall 就是我最近买来了这边之后 发现那些高阶的牌子真的都超级便宜 所以买了很多衣服 还有一个视频就是 比较适合秋冬的酒红色系的妆容 就是我的包包里有什么 这个主题是我一直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也特别特别想要拍的 这三个视频我近期都会抽空来录